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正准备将她驱逐回法国 12岁那年 苏瑟的妈妈把她从法国带到加拿大 为了照顾中风后生活不能自理的外婆 而后苏瑟就开始在多伦多常住 如今苏瑟是一名桑巴舞者 同时还拥有自己的清洁公司 苏瑟说她在多伦多的公立学校完成了学业 但当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却无法入学 因为她没有SIM卡和其他必要的身份证件 没有办法 刚满18岁的苏瑟就开始做清洁生意 并用个人税号向加拿大政府缴税 2002年刚来加拿大时 苏瑟和妈妈就试图寻求合法途径留在加拿大 一位移民顾问告诉他们 申请难民是最合适的方法 虽然在苏瑟的观念里 不理解为什么要变成难民 因为祖国法国明明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相信这名移民顾问更了解加拿大 然而给了钱也提交了申请后 没多久他们的难民申请就被拒绝了 还收到了驱逐令 这时移民顾问给的建议是躲起来 你们要避开联邦政府的监视等待大社 苏瑟没有办法只能再次听从顾问的意见 并在心里默默祈祷大社快点来临 我知道这个顾问一直在给我灌输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苏瑟说但是他太有魅力了 也很有说服力 每次听他说完我就升起一点点信心 就这样 苏瑟抱着侥幸心理在多伦多生活了18年 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就像肩膀上时刻扛了一吨重的砖头 害怕哪天边境服务局的官员会突然来到我家 把我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活中带走 去年11月 苏瑟再也受不了这种煎熬了 他决定寻求除了这名移民顾问以外的其他人的帮助 苏瑟找到了多伦多著名律师Grasilla 后者接手了他的案子 并以人道主义和同情的理由帮他申请了永久居留权 但是苏瑟的惨诚和人道主义并没有打动边境局的官员 上周几名CPSA的官员来到苏瑟的家里 并拘留了他两天 然后在周三正式对他下达了驱逐令 要求苏瑟本周六就必须离开加拿大 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大的恐惧终于变成现实了 苏瑟的说 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很可能多年建立起来的成就会毁于一代 我从12岁就住在这里 18年后有人来告诉我 你必须离开 在苏瑟的世界里 早已把加拿大当成了自己的国家 因为现在回法国 他什么都没有 律师Grasilla表示 会想办法暂停驱逐 以便边境局认真对人道主义申请做出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案例 不符合加拿大的价值观 Grasilla说 苏瑟做了一切 他认为正确的努力 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但是却要受到惩罚 CTV News联系了加拿大边境局进行制评 但是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苏瑟说 现在要他回法国重新定居将非常困难 因为他没有当地的教育和就业经验 我想做正确的事 我想回馈社会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唯一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光明正大的加拿大人 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报税季 加拿大税务相关的规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之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了 关于增加个人收入免税额的事项 但对于2020年来说 变化不仅于此 金融邮报专家詹米格朗贝 于上周五发表了 关于2020年的个人所得税变更情况的分析 他表示每年的个人收入税都会因通胀调整带来变化 大多数个人所得税及税收福利金额都和通货膨胀率挂钩的 今年12月初 加拿大税局宣布用于计算2020年税及及相关金额的通货膨胀率将是1.9% 该通胀率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 2019年9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之间 平均每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差 当然每项福利时事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这要参照具体的实施时间 周一 自由党联邦政府宣布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细节 提高了加拿大人的基本个人免税额 个人免税额的提高应该是2020年税务方面变化最大的部分 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 帮助弱势群体减轻负担 所以政府对于一部分人的基本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资料显示 特鲁多政府将加拿大的个人免税额在未来四年内逐步上调 所以2019年的个人免税额是12,298元 2020年将调高至13,229元 2023年将调至15,000元 不过这项提高个人免税额的计划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该免税额增加的部分 在个人净收入超过154,300元时开始逐步减少 到收入超过214,368元时减之为零 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益 但根据数据资料统计 实施此项规定也能让近2000万加拿大人少缴税 到2023年免税额计划完全实施后 具体到每个纳税人单身者每年会节省300加元 而家庭则每年少缴税600加元 同时也意味着大约110万加拿大人不再支付任何联邦所得税 今年12月初 加拿大税务局发布通知 表示2020年的年度通胀率是1.9% 由于加拿大每年的税率都会因为通胀率而改变 2020年加拿大人在计算缴税额时的纳税等级门槛 以及各种福利的金额的情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因为项目不同 生效的时间也不一样 根据收入等级而计算应缴税款 各种退税的金额确定都是从2020年1月1日开始的 而儿童牛奶金以及销售服务税的退税 则是从2020年7月1日开始变化 等到2020年7月1日的话 如果有宝妈需要领取牛奶金 你会发现金额已经涨幅了1.9% 加拿大一直采用累进税率制度 一般收入越高 奖税的税率也就越高 而2020年的联邦税率的税级跟2019年并无差别 依旧是5个级别 虽然级别相同 但对应的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第一级别 年收入48,535元以下 税率为15% 第二级别 48,535元至9万7,069元 税率为20.5% 第三级别 9万7,069至15万0,473元 税率为26% 第四级别 15万0,473元至21万4,368元 税率为29% 第五级别 21万4,368元以上的收入 无论有多高 税率一率是33% 不过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一套 省级个人所得税等级 其中大部分也是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 但会使用各自的省级通胀率 2020年 加拿大雇员和雇主的 加拿大退休金CPP贡款率 将分别从2019年的5.1% 增至5.25% 如果你是自雇人士 你需要同时支付雇主和雇员两部分 合计贡款率将是10.5% 2020年的最高应计退休金收入 是58,700元 魁北克省雇员和雇主的 供款率会略高一点 从2019年的5.55% 升至2020年的5.7% 明年新的雇主或雇员最高退休金 供款额稍微提高至2898元 魁北克省则是3146元 自雇人士的最高供款额为5796元 而魁北克省则是6293元 除此之外 失业保险EI的供款额下降了 雇员还必须支付失业保险费 雇主需要支付的份额是雇员的1.4倍 在2020年 失业保险率将从可保险收入的1.62% 降至1.58 可保险的最高收入为54200元 这意味着明年雇员最高保费为856.36元 对于魁北克雇员最高保费为650.4元 1月17日14时56分 有一名网名叫陆小宝LL的网友 在微博晒了一组照片 照片里有两名年轻女子在一辆大巨前合影 该网友并配了这样一句话 赶着周一闭馆躲开人流去故宫撒欢 从晒出的照片上来看 疑似在北京故宫内 众所周知 故宫是不允许开车进去的 就是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也得徒步有故宫 不仅北京故宫这样 就是英国的白金汉宫 法国的凡尔赛宫都不允许车辆进入的 那么这两名女子是何方神圣 竟然开着大祭去故宫撒欢 根据晒出照片上的水英名称 很快网友就找到了陆小宝LL的微博 这是一个微博认证的账号 微博认证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乘务员 有媒体联系到国航宣传部门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知名陆小宝LL的网友 确实是国航的乘务员 不过早几年就从国航离职了 有网友查询到陆小宝LL 在2017年7月27日发布的一条微博 微博内容为 即将迎来建军90周年的日子 令人振奋的电影建国大业也要如期而至 特别要说一句 我本人很欣赏李怡峰 我们作为何长公的后代 让李怡峰饰演爷爷的角色 全家人都满意 我作为何家的孙媳妇 何刚也就是何长公之孙的夫人 第一时间关注着这部电影 莫非这名在故宫撒欢的女子 是何老的孙媳妇 只是现在陆小宝LL的微博 已经删除了一部分内容 查询不了更多信息 据人民日报微博报道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崔爱明透露 为全面提升领事服务质量 各驻外使领馆将于今年2月1日起 实施以下辩明举措 一是实现护照全球通办 并进一步简化海外中国公民 补换发护照时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今后海外中国公民可向我国 任何驻外使领馆申请护照换补发 二是取消对海外中国公民护照遗失 被盗货损毁后申请补发护照的限制条件 不再把国外停留满180天作为补发护照的限制条件 在国外发生护照遗失被盗货损毁的中国公民 只要时间允许能等待新护照的制作和邮寄 驻外领食馆可以应其要求为其补发护照 不少网友为这项辩明政策点赞 也有网友表示 好是好还是要注意不要丢失护照 保护好个人信息 加拿大温尼泊的一名牙医 日前在带着妻女到哥斯达黎家度假时 万万没想到 买的两个冰淇淋竟被收了5000加币 据CTV News报道 上个月David Kindred在哥斯达黎家的旅游小镇 Tamarindo度假时 给太太和女儿各买了一个冰淇淋 他记得自己是用哥斯达黎家的货币 及哥斯达黎家克朗付钱的 但当他收到信用卡账单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买的是天价冰淇淋 那时候我看到小票上写着4050 我还讲着没错 4050克朗相当于9加币 Kindred说 谁知他查了信用卡账单才发现 商家收的是4050美元 按汇率换算是5285加币 于是他立刻联系了自己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 却被告知这笔交易当时是经过他自己允许的 他们说你自己输入了交易密码 它意味着这就是一笔合法的交易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Kindred表示 Kindred使用的是Scotial Bank的Visa信用卡 目前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正在对这笔交易进行调查 但他担心可能拿不回这笔钱了 现在已经过了30天 我预感这钱可能不会被退回来了 Kindred不是唯一一个在出国度假时 因为货币问题被多收钱的人 来自安省汉密尔顿的居民Richard Gray 在新年假期全家一起到雅买家度假的时候 因为没有弄清付款货币 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万元的纪念品 瓜尔说 我们就是买了一套夏天穿的短上衣和吊带裙 还有一个小花瓶 当时他被告知 衣服和花瓶共价值7500雅买家元 差不多就是56美元 没想到他竟然被收了7500美元 按汇率换算是1万多加币 信用卡和银行公司也是回复说 发生这种情况很不幸 但事实上是他统一了这次交易 因为我授权了也输入了密码 他们就基本认为这是一次被允许的交易 尽管我并没有授权是用美元结算的 瓜尔所使用的是RBC银行的Visa信用卡 RBC银行在16日时表示 还在积极地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 不过银行已经把这笔16000加币的损失 弥补给了瓜尔 以上是本期港版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Jess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